縣議員吳瑞芳競選連任總部成立當天 現場熱鬧隆重 吸引許多支持者到場 議長何勝峰 縣議員許素霞也出席活動 向吳議員致意 議長何勝峰對吳議員與丈夫前縣議員林明正 用心問政服務地方的精神也十分認同 所以也懇請鄉親支持吳議員讓他順利連任 前縣議員林明正 雖然身體微樣 但也親臨現場來為妻子吳瑞芳議員站臺 懇請鄉親們支持 議員的選舉 真正的 我拜託大家 大家都說我沒有穩定的 那穩度我們是航運 我沒有這處要選舉 我拜託大家 我們票沒票 集中集中 集中選票 來支持 典型 抵抗 吳瑞芳 看到現場湧入眾多支持者 來為自己加油打氣 典議員吳瑞芳也感謝鄉親的愛護 並希望鄉親們能夠繼續支持他 讓他能夠順利進入議會 來為地方發聲 我是定期第一號五歲峰 今天好時好日 警選總部要成立 歡迎大家 坐下現在 鄉親市長 鄉親市長 大家來這裡吃飲料 幫我倒勞一下 也拜託在這裡 各位鄉親市長 可以這樣吃火 大家在家都說穩穩穩 實在是很危險 你如果票判他 我五歲峰就真的很不穩了 在這裡 很辛苦 拜託 鄉親市長 一定要集中火力 來打我這票 讓我可以順利來動選 來為民服務 現議員吳瑞芳從政期間 秉持職責 為地方上事務勞心勞力 鄉親們都有目共睹 在即將來臨的五合一大選 吳議員也懇請鄉親 能夠給予支持 讓他能夠繼續來為地方 貢獻心力 記者盧于凱 入股採訪報導